如果人类要养一头哥斯拉 你们猜它一天需要吃多少东西 这个问题还真被科学家好好研究过 因为它可能关乎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隐藏的真相 要知道哥斯拉它是一个身长差不多100多米的蜥蜴型怪兽 按照它在影视作品当中的体型 它大概能重达2万吨 是蓝筋体重的100倍 它的心脏重约100吨 直径约为15米 光一颗心脏就相当于一枕头蓝筋的长度 那这颗心脏每跳动一次 它需要为全身其他组织泵出2万身的血液 每次心跳都跟那个爆炸的现场一样 那真的是声音巨大无比 这点其实在蓝筋身上也得到了证实 蓝筋的心脏虽然跟哥斯拉比起来还要小很多 但是他的心脏跳一下 几公里开外都能听到 为了维持他身体这种巨大的消耗 哥斯拉每天需要进食25吨 相当于每天代谢掉2000万卡路里的能量 而一个人一天代谢掉的卡路里差不多就2000 所以一头哥斯拉一天的饭量 就相当于一万个人一天的饭量那么大 这么大的饭量就导致了他的排泄极其的夸张 每天差不多会产生2万身的尿液 相当于一个小型游泳池的量 以及三吨的粪便 这就相当于一辆正常大卡车的载重 那现实中有没有可能会出现 哥斯拉这样一个巨型生物呢 这就相当于问有没有可能出现一个2米大的蚂蚁 那如果一只蚂蚁都能长到2米的话 那一只蜥蜴能长到几百米也不足为奇了 杰弗里韦斯特就在《规模》这本书当中指出 这一切都和四分之三次密规模法则有关 那我们这个世界一切复杂系统都会受到这个法则的支配 人体是个复杂系统 动物身体也是个复杂系统 城市经济公司企业等等都是一个复杂系统 他们都受到了这样一个相同法则的支配 于是你会发现本质上它们其实是一样的 这就是为什么晚上城市灯火通明的样子 就像极了神经元通电的样子 最后《规模》这本书推荐给大家 它绝对值得想了解世界真相的你好好评读一番